褚儿来了 男生越是克制这个行为 你吸引的女生就会越来越主动的想找你 兄弟们回想一下 你刚开始和女生聊天的时候 你给她发消息 女生是不是会及时回复 有时候还会发表一下自己的情绪 偶尔还会主动的去找你聊天 可是时间长了之后 你主动找女生的次数越来越多 慢慢的女生也变得很长时间才回复你 然后你再翻来覆去的找新话题 希望挽救局面 但到后来女生干脆就直接不回复 甚至没说两句就说要睡了 去忙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期视频就告诉你 为什么有一些女生聊着聊着就冷漠了呢 很多兄弟们都犯过这种错误 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 都会有一种操之过急的心态 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内心 更隐藏不住自己的需求感 一天24小时都想找这个女生聊天 这种行为就是大错特错的 千万不要这样 兄弟你这样做下去就会失去自己的信力 这个时候有兄弟就会问了 对信仪的人多主动一下 不是显得自己很关心他吗 而且会让女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能带来安全感 你在想什么呢兄弟 你们还没有确定情侣关系 你就每天围绕着女生转 你这就是把路给堵死了 女生和你还有什么空间呢 这个就是让自己稳坐男二号的宝座 那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首先不要因为去喜欢一个人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黏着对方 不要妄想通过关心讨好 来让这个女生来对你产生好感 聊天的核心啊 最重要的不是你聊多少 聊到了几个话题 最重要的是聊天的氛围 你每次聊天都能够让双方感觉到一犹未尽 那他一定会对你下次聊天充满期待 这样才是成功的聊天 如果你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不自觉的把女生当作你生活当中的全部 但你基本上也就是凉透了 因为一旦出现不如意的地方 你的心态分分钟崩掉 我害怕 吓死我了 恐怕 恐怕 怕是撑我 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克制冲动 克制冲动 克制冲动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个也是不暴露需求感的前提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从朋友做起 因为朋友关系相处起来 它相对没有压力和负担 假如你们刚开始认识没多久 你就说 我能够追你吗 能做我女朋友吗 这样子的话 只会让女生对你心生防备 是你的行为把女生越推越远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这个才是最可惜的 而且如果你给她的第一印象 又并不很好的话 女生就会直接拒绝掉你 甚至把你拉黑 所以我们要从朋友开始做起 这个也是社交开始的基础 因为做朋友的门槛没有情侣高 所以你完全能以此作为跳板 此时只有你心里最清楚 自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然后在日常的聊天中去调侃增进感情 一来二去在不断的互动中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 女生自然而然的就会在心里增加一些你的分量了 兄弟们我真的是见到太多本来还不错的关系 就因为男生的冲动导致女生对自己的兴趣越来越低 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 相反试想一下哪个女生能够抵抗得住被一个优秀且充满魅力的男生吸引呢 所以屏幕前的你要知道 感情一定是循序渐进 双向奔赴才能获得真爱 单向奔赴就好像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 来得快去得也快 也很难有终点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往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CX5388 我来帮助你哦